言阿弥陀佛不原者 证明标净以住心 这句非常重要 这个是念佛修行的重点 证明标净 净就是境界 西方极乐世界 住心 住心就是叫我们的心 住在西方极乐世界 怎么住呢 实在讲 就是有明大师所讲的 有净土 你心里真有了 心有了 就是常常放在心里 不会把它忘记掉 不会把它撕掉 一辞不忘 这是你心里真有了 你心里真有净土 你就决定得胜净土 这个非常重要 有许多人 有许多人天天念佛 心里没有净土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常常都是口念 心呢 打妄想 心跟口可以分开 而且同时运作 心可以想心的 口可以讲口的 可以分开 而且可以同时运作 而且可以同时运作 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了 所以我们念佛 不知道方法 甚至 在心里默念 没有念出声音 没有在嘴巴上念 心里默念 心里默念呢 只是把声音 放在心里 那个声音 那个声音在心里 在心里 一直念着 这样算不算 心念呢 如果你更细心 你再去观察 在心里念 默念 你的心还是打妄想 因为我们常常讲 我们这个意识心 太厉害了 同时可以想很多 虽然心里 有念佛的声音 或是有念佛的音调 有人念佛有音调 有人念佛没有音调 光念六个字 或是四个字 有音调呢 那就是几字几音 四字四音 或者是四字五音 在心里 嘴巴没有念出来 这样还是可以打妄想 你看我们这个心多厉害 同时这个心可以想很多 可以有很多作用 那么我们平常呢 平常心完全在打妄想 或者是完全在想别的东西 想工作 想家庭 想孩子 想这个 想那个 通通通在想 想很多 但是呢 就是没有想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没有想阿弥陀佛 就是没有想西方极乐世界的 一正庄严 这就是叫做念佛没有功夫 功夫不得力 这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是功夫 念佛的功夫 什么是功夫 不知道 不知道 当然没有办法练功 你这功夫就练不起来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 我们这个心这么厉害 想其他的事情 照样可以想西方极乐世界 你只要把阿弥陀佛 放进去 想其他的 没有妨碍 因为我们平常就想东想西 想这个想那个 同时想很多 多放一个阿弥陀佛 多放一个西方极乐世界 多放一个念念求生 一点都不困难 一点都不困难 那是稍微有功夫了 你不去练功 那就很困难 那就平常想东想西 心里完全没有佛 心中没有佛 通通通是妄想 通通是想东想西 杂心妄念 那你嘴巴再怎么念 甚至心里默念 还是不得力 得力就是心里想家庭 想孩子等等想什么 但是心中依然有西方极乐世界 心中依然念念求生 所以这个就是要去练 要用功的地方就在这里 否则念佛用什么功呢 嘴巴念六个字四个字 这不要用什么功 这三岁小孩都会 这不要什么功夫 请不吝点赞 订阅